先弄来管管内鱼人的嘴 说出一个 一个曾经是顶流 但现在不是顶流的艺人 他退出顶流的原因 剩下 剩下 原谅王思聪早就告诉过我们了 黎一峰嘛 很多粉丝都说 希望你不要给他见个网红 黎一峰这种 长得帅有钱的人 应该不需要我去介绍的 当初还以为陆寒笑的不礼貌 那天反正坐着都争本了 说快到三十的时候 生命中有人孤独感 孤独感 真的 孤独感 真的 非认真的说 走心的说的 孤独感 黎一峰把心情写在脸上 那一帆呢 不想说 是因为这种好好谈恋爱 谈什么恋爱 为什么能招向了大王 为什么能招向了大王 不是我找 很老的 我自己 玩个还是得看笑人自己 哪维也呢 乐华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什么专业 挖去去挖专业 有必要这么喘吗 如果不这么喘的话 会不会对我说过滑水 米克兜 这还能怎么剪呢 这个东西 这个 怎么改 这本子该叫狼猎令了 我最擅长道歉 最近因为一些私人问题 占用了公共资源 对不起 我还只是一个单纯的淡男孩 快三十的大男孩啊 这个语 这语都不错 但是那个语不太清楚 那语为什么不行 因为那语完了 刚才直接报名字得了呗 让艺人去体验狗人的工作 这个事就很滑稽 就好像灰姑娘的故事 我反过来给你讲 一个高贵的公主 要去体验民间生活 在平民家里 擦桌子 收拾灰 收拾屋子 什么也干不好 坐在地上感慨 哎呦 你们的生活跟人太辛苦了 然后一看表 哎呀 是一天五十了 我得赶紧走了 再不走 我的五星级大酒店 就要关门了 像那种一线城市的观众 他特别喜欢看那种漫综艺 就是让那个明星 去农村 劈柴做饭 看着说 哎呦啊 好向往这样的生活呀 有什么好向往的 你过年不就回去了吗 不愧是拍过炸狼的男人 这是我女朋友 我偷过钱 你得用她 去你 我媳妇还没用呢 偏说用你女朋友 我要进入演艺片啊 这都漂亮 你会被固然的 中国电影的浪潮 先进 大家扑腾 挑的是小星 放这片 让我慢慢往下 退去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看自己 有没有穿入鱿 大一是精准 独奈自己 太爱不去 有关这点 两话是什么想象 因为如果你现在 不能买一台 以后结婚老公 也是拿去赌 回外面养女人吗 我觉得你太消极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 你以为我现在 两个话录下来啊 所以以后 你看我的家庭状况 是什么 我赚了钱 被老公赌掉 不然就是养女人 要不然我现在 大花再花 以后没钱 老公再给我钱 再大花再花 就是这两条路嘛 所以你现在 在不花干嘛 谁敢忍寒雪跟金凶 分分钟给你扒的底裤都不剩 遇到过这样的女人 倒杯水都得 让助理进门前 酒精擦擦门 水杯要拿 矿泉水冲一遍 吃风机再吹吹干 他才喝 不相信我 那么金贵的命吗 没有吧 没有吧 要吃龙虾 要喝啤酒 要喝什么猫屎咖 我眼睁睁看着制片人 被他围着骂 我就把全剧主人召集过来 我当了所有人的面 我们来到城镜 拍真人秀 就得有一个自相修飞 没有这个条件 瞎起什么范儿 装什么大范儿算 耍大牌 姐在这儿 还轮不到你们呢 好像猜到是谁了 我曾经最恶心地见过一个人 但是我不能说是谁 一个主持人 我当时是刚出道 大家到我讲话的时候 你说 嗨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大家好 我是薛仙 旁边突然间 这个主持人出了一个声音 说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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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说快点 谁让你说那么多话 说快点 而且他是带脏字连骂的 哎呀 当然我不是 其实我内心当中 八九不离十一 老子贼了 男主持人 个子不高 三个字 有两个人选 有一个是 嗨 还有一个是 嘚嘚 什么都不能讲了 鲁玉最有水平的一次采访 是在想别的事情 某个话没有什么一句个字 真的 只要不是想别的人 我就可以接受 发心的人 他是不是更加的 轻松一点 发心的人不容易被 第二个人一旦要是出现什么事情 的话就准个人看他 对对 我们叫叫什么人设崩塌